为了鼓励民间加入保存老屋的行列 张化县政府今年度首次编列预算 办理历史老屋活化再利用补助计划 补助受理期限延至8月15日截止 欢迎符合资格者提出申请 那只要具有历史文化 在利用价值的老屋在民国60年以前兴建的 都可以来提出申请 那我们希望透过公事部门的力量 乡镇工手或是温室工作者 大家共同来努力 那这个修缮计划小型修缮最高可以补助50万 再利用每个月可以补助5000块的房租 那希望说透过这个计划 让张化县境内既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老屋 能够得到活化 让大家能够更来亲近它 让这些老屋不会被城市来疑惑 所以本类是七月十五九季 我们按今天开始 我们延长一九月到八月十五 第二部分就是本类里面的办法是 规定要100%的所有管理 当然经过研究 我们把所有管理的部分 变成是有权分者的三分之二 有管理的 不一定是说所有管理 是宽整的三分之二 权壮的三分之二同意就可以 第三部分当然是 透过这里来向大家来说明 就是说 请大家在这段时间来提出申请保证 我们上官已经保证50万 本次补助项目包含 小型修缮类和文化经营类 最高每岸可以补助50万元 县府期望结合公司部门力量 合力推动历史老屋修缮 及活化创意经营 让老屋不被城市遗忘 重现老屋的历史风华 公益频道张华宇 入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